半夜房间的黑漆漆 一名女子鬼鬼祟祟 一会儿在房间翻箱倒柜 一会儿又到厨房的柜子 冰箱拿东西 最后肩上背一袋 手上还大包小包 这时时间已经凌晨快一点了 电视器画面全都录 而她的身份是一名保姆 遭到雇主指控 七月没旅行完 就卷款逃走 网上po文要各位妈妈小心 除了详细事件经过 还po出了这位保姆托育时 撑在床边做自己的事 却把孩子晾在一旁 说她先前在网上 曾道府保姆收到这一名女子的毛遂自荐 双方从九月一号开始 签订了三个月合约 每个月六万五 但是妈妈不放心 从监视器看发现 保姆常重拍婴儿的背汗腹部 也疑似超量喂奶 导致才两个月的宝宝吐奶情形 甚至月初才领完薪水 七天之后又汉雇主要求 预知薪水遭到拒绝 带着冰箱食物离开 保姆没尽责一去不回 就连同行也觉得并不妥当 所以这样子预知薪水是不合理的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不好的 不恰当一个行为 主要是很熟悉 她那个信任度很够 询问其他保姆业者认为 除了找有合格执照的 比较有保障之外 合约中委托内容和托育服务项目 也都要详细载明 保姆在宝宝日志中也要写清楚 每个时间点宝宝发生什么事情 才能确保孩子时时刻刻 都在父母的掌握当中 TVBS新闻 许故很无声同 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